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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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 这个叫青春痘的家伙 折磨了我十多年 从上中学到现在 我都快三十岁了 青春早就没有了 但痘痘还是不停地长 长长 可是现在 Oh my god 痘痘不见了 痘疤也没了 那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现在就无私地分享给你们 相信有些人跟我一样 大部分痘痘出现在 眼颊下巴像一个优质型 这就是典型的成人错疮 为了搞定青春痘 我用了过氧奔甲鲜 BPO 克林梅素 和阿达巴林 Va酸 这三个都是医学上 治疗青春痘的药物 不管你是去药店 诊所 皮肤妆科 基本上都是先推荐这三样 BPO和克林梅素 来杀死导致痘痘的细菌 错疮丙酸干菌 你脸上会不停长痘 主要就是这个细菌在作怪 如果你有炎症型痘痘 就是那些又红又肿 有浓包暗了会痛的痘痘呢 这两个就很有效 那Va酸药膏 比如阿达巴林 就比较针对黑头和粉刺 也能淡化你的痘印痘疤 这三种药膏 我试了都很有效 很快痘痘就好了 但问题就是 这边痘痘不见了 那边就冒出一个 那里不见了 之前同个地方又升行的 痘痘一直防复 所以我就想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翻参考书啊 找文献查资料啊 终于有一天 我开窍了 要解决问题 就要先搞清楚 长痘痘的原因 我就发现 我毛孔粗大 脸容易出油发亮 我长痘第一元凶 还有脸有时会发红刺痛 是皮肤屏障出的问题 长痘第二元凶 第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挫疮饼酸肝菌 所以 斩痘三大元凶就是 油脂 屏障和菌群 这三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一直以来呢 我都在想如何杀死细菌 可是却忽略了其他两个环节 控油和修复屏障 就好像三个孩子在哭 你只给一个人糖果 另外两个就哭得更凶 所以要彻底解决反复斩斗 就要同时 泡轰这三点 像我一样 是油性皮肤 就要去油 控油 油少了 那些以油脂为食物的细菌 就没有食物了 饿死他们 屏障受损呢 皮肤容易流失水分 皮肤一干 就会分泌更多的油 长痘 还有 因为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层 细菌也更容易入侵 长痘 针对这两个问题呢 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用了烟仙案 Nicotinamide What 真的有效 自从用了它之后呢 这三个月里 我都没有再长新的痘痘 痘巴呢 也慢慢变淡 你看我都用完了第一瓶 这是我的第二瓶咯 那烟仙案是什么 是新的黑科技吗 其实烟仙案只是一种维生素 比伤 但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维生素 是几乎无所不能的 它可以用来美白雀斑 看衰老保湿 单单美白作用 就让它成为美容舞台上 最赏亮的那个仔 不只是这样哦 它还是治疗皮炎痘痘 等皮肤病的药物 其他功用不多说 主要来说一下 烟仙案是如何治疗痘痘 第一 它能减少皮肤油脂的分泌 第二 增加角质层的粘结性和厚度 来修复皮肤屏障功能 第三 也能消炎杀菌 研究发现 4%烟仙案的杀菌效果 能媲美1%的克里梅素哦 第四 它能减少皮肤里的黑色素 所以像痘痘留下的这些褐色 黑色的疤痕呢 它都能淡化 市场上有很多产品 你们要找至少5%的烟仙案 才有以上的所有功效哦 我用的就是这款 RuRu Berry 10%的烟仙案 这样一瓶才40多块马币 超便宜的好吗 又是马来西亚制造 支持国货 里头呢 也添加了Hyluronic Acid来增加保湿 烟仙案一开始用呢 可能皮肤会出现烧痒发 是正常现象哦 建议敏感肌肤的人呢 可以先用5%的比较温和 我是直接用10%的 就没有这种问题啦 脸皮厚嘛 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现在的看透护肤流程 早上洗好脸后 先用烟仙案 3D 然后轻轻抹在脸上和脖子 不要忘了它也能美白哦 你脖子不涂的话就BBQ了 等个30秒 它能很快的被皮肤吸收 也不油腻 过后才涂上 任服霜 Moisturizer 最后呢 是BPO 薄薄点涂在 比较容易深痘痘的地方 克里美术我就不涂了 因为有烟仙案来代替 晚上一样的流程 洗脸 烟仙案 Moisturizer 只是最后呢 我不涂BPO 换成是睡前全脸涂上 Ataparin Va酸 但要离眼睛远一点哦 有一点需要注意 女生被孕前一个月 和怀孕期间呢 要避免使用Va酸哦 好 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到你们 我是Jason 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